一天开车,你看后视镜如果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那么我劝你赶快停车 一天开车,车窗容易起屋,如果你不会快速的起屋 我们开车上路,变更车道,或者是正常的开车形式,都非常的危险 帮我点个赞,车哥今天交代一下两种快速储物的方法 咱们开车时车窗容易起屋,大部分是因为咱们的内外的这个温度差而引起的车内起屋 最快的储物方法肯定是用毛巾擦,这是最快的,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条件引起的情况下,你能停车,那么擦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万一你跑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那我们怎么擦 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会一些紧急的快速储物的方法,避免我们的开车发生危险 第一种,我们要想只是单一的弃除前挡风玻璃的物器 打开AC风量调到最大,出风模式对着咱们的吹挡风玻璃 把我们的风调成咱们的这个冷风,然后关闭我们的内循环 这样我们的前挡风玻璃是储物最快的 用这种储物方法对我们的车内人也不太友好 因为外面也冷,里面也冷 如果是夏天用咱们的这个AC储物还可以 但是冬天和雨季就不太适合,还有一点就是用这种方法 我们的后挡风玻璃的这个物器除不了 而且我们左右车窗的这个物器除不了 而且我们的后视镜非常的容易挂鼠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第二种咱们的车窗储物模式 就是打开我们的车窗加热功能 我们的出风口也是挑战咱们的这个吹玻璃的模式 然后打开我们的风扇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AC键是自动亮起的 说明我们的AC按键不单是只有制冷的功能 还有除湿的功能 对不对,车内的热气比较大 我们是不是要除湿了 这个时候如果调冷风太冷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调成热风 同时也要记住我们的这个灯是要熄灭的 亮起它是内循环 内循环只是把我们车内的这个空气循环起来 所以我们要关闭 然后再把我们的风量调到最大 这样除物你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不但前面挡风玻璃的物器能快速除键 而且我们的左右车窗的物器也能快速气除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后挡风玻璃哈 也在我们的这个电加热的模式下 逐渐的把我们的物器去除 同样的哈 咱们的这个左右后视镜也不会挂水珠 我哲哥哈 如果对你有用 记得为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